这些现象是现象的 玻璃玻璃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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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庞超 我是黄宁 关注公众号 使用行音拳 那么抹杀的是一位缺一位缺手 他刚刚在一个视频中多次展示了他的一个后手拍击的技巧 好多朋友刚看这个动作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有的朋友还误以为为什么他打着打着实战手还往下掉 不是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 首先他的手的拍击是一个什么动作呢 对方打前手直拳对拍击下去 拍击下去还击 这是一种 这是拍击加上还击的 有的时候用前手去还击 那么这都是拍击格挡的一个作用 但是需要注意我们在训练拍击格挡的时候 不能够用手去做 尽量是转身体 如果你转身体的话 同时给你的全蓄力了 转身体 同时能够发力的 而不是通过落手 因为落手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 你的手离开你的面部 没有防护 会被对方击打到 击打到 我们举个例子 让对方打拳收回 打一个摆拳 对 打一个摆拳 对 再来 收回 砰 正好会打中你的脸 所以呢 一定不要落手 而是用整个身体的一个旋转 然后发力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怎么训练这个动作呢 可以双方互相的配合 那么首先 对方打前拳 我隔挡 还回去 然后呢 我打前拳 对方有后手拍挡 对 打回来 对 再来 砰 砰 对 砰 砰 对 大家平常在训练的 平常在训练的 你端上小伙伴 打打直拳 对方打直拳 砰 拍开 砰 还击一下 再来 砰 砰 还击一下 可以多养成这样的一个动作 最好的效果是 当对方打拳同时 你拍击打击进去 这是最好的效果 希望大家练了之后 都能够熟练应用这个动作